Hello!我是Pin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Apple在昨晚的香港時間10點 舉行了今年第一場的春季發佈會 跟傳聞所講的一樣 今次推出了全新的iPad Pro iPad Air Apple Pencil 和Magic Keyboard 這兩部iPad對上一次更新 已經是2022年的時候 隔了兩年之後 今次推出的兩部新機都有兩個size 而且當中iPad Pro是直接由M2跳級上去M4 現在就很快跟大家看看 這四樣新產品有什麼重點的更新 如果你都喜歡看產品評測或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和Follow我的IG 先看看發佈會的重頭器M4 iPad Pro 有11吋和13吋兩個size 厚度分別只有5.3mm和5.1mm 官方形容它是史上最薄的iPad 比iPod Nano更薄 顏色依舊有銀色和太空灰可以選擇 另外在螢幕方面也有升級 改用了Ultra Retina XDR的Display 亦首次用上OLED螢幕 最特別的就是用了兩塊重疊的OLED面板 他們稱之為Tandem OLED 就說螢幕會更加之光 對比度亦會更加之強 風直亮度達1600nits 而1TB和2TB的版本 還可以加錢升級 有防反光功能的納米紋玻璃 而講到處理器 這次就搭載了連Mac機都還未有的M4晶片 它採用台積電第二代3納米製程 有9核心的CPU 10核心的GPU 還有16核心的神經網絡引擎 支援ray tracing光影追蹤 而且分別在機身和Logo的位置 加入了散熱器 令整體散熱效能比上代 近20% 官方還說CPU的表現比起M2快了1.5倍 GPU更加快了4倍 亦會有更加強的AI效能 例如在Final Cut Pro裡面 按鍵就可以換走影片的背景 講到軟件 今次亦更新了iPad版的Final Cut Pro 以及混音用的Logic Pro 先講講剪片 現在只要在iPhone和iPad上 下載Final Cut Camera的App 就可以令到iPad變成導演螢幕 最多可以同時控制4個鏡頭 一起去拍片 剪片時就可以即時看到 不同角度的鏡頭 加上光暗 至於Logic Pro 就可以用AI去生成不同樂器的伴奏 另外 這個1200萬像素的廣角鏡頭 改為擺在橫邊 Facetime時會方便一點 還有LIDAR感測器 以及適應性的閃光燈 在Scan文件時 可以避開音影位 亦拍攝到4K ProRes的影片 另外配備4個喇叭 以及有錄音室質素的收音咪 價錢方面 因為今次沒有了128GB 11吋和13吋分別由$7,999 以及$10,499起 不過對於一些 可能只是追求簡單上網 看看片或娛樂用途的用家來講 這部iPad Pro可能未必用得著 我們現在轉看新出的iPad Air 首先配備了M.2晶片 CPU和GPU分別比上代快了50%和3倍 曾經網絡引擎亦快了40% 只要你用AI的App 按按鍵就可以撿好照片 外形方面沒有改動 都有4隻顏色 1200萬像素的鏡頭同樣放在橫邊 但除了11吋之外 今次有多部13吋 螢幕繼續用LED 不過13吋那部解像度會高些 亦都會光些 兩部都是支援spatial audio的喇叭 還有一樣的就是 新的iPad Air 仍然都是支援舊的Apple Pencil 兩個size都有128GB 256GB 512GB和1TB 11吋的價錢由$4599起 13吋由$6,299起 比起iPad Pro 足足便宜$3,000多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選擇了? 除了新的iPad Pro和iPad Air之外 今次還推出了全新的Apple Pencil 以及Magic Keyboard 配合新機 先講一下外形幾乎分不到那麼廢的 Apple Pencil Pro 今次最主要加入了壓力感應器 鏈一鏈就可以轉換筆質的粗幼 顏色和換工具 轉一轉還可以改變筆刷的方向 而且今次的新筆還內置了特製的Sensor 當你輕輕鏈一鏈或按一按 它都會震一下讓你知道 整個反應都會更加精準 亦都會更加像在紙上寫字的感覺 另外今次亦都加入了Find My功能 它跟Apple Pencil 2一樣都是$999 價錢不變但功能多了 其實看起來都頗有誠意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 只有新的iPad Pro和iPad Air才用到這支筆 最後我們就講完這個 只有新的iPad Pro才用到的Magic Keyboard 價錢和舊版一樣都是$2299 主要的升級就是TouchPad兩邊的面板換了 鋁金屬的材質 令它更耐用 而且今次TouchPad的Size也加大了 以及更多了一排有14個按鍵的Function Key 以上就是今次發佈會的重點內容 其實我現在人在上海 所以看到我拍片的背景就不同了 晚一點我們就有機會可以親身上手 試一下這幾樣新產品 到時我都會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更新 看完整個發佈會 今次重點的更新 都是在M4和M2的晶片上 看起來數字當然是強了 但實際都要用過才知道 反而今次提到的一些AI功能 就令到我更加期待未來的WWDC 都好希望Apple可以將一些實用的AI功能 或者軟件可以放在不同的Apple裝置上 至於新的iPad Final Cut Pro 究竟好不好用呢? 接下來借到新機 我都好希望可以連同iPhone一起做一些實測 到時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 很快再見 拜拜